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房地产全球投资报 我是主持人林承映 坐在我右手边是房地产专家邀大伟 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单元都向各位分享 怎么样去看全球的不动产投资的机会 在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即将颠覆全世界经济权力游戏的规则 是的 不过台湾最近好像还在讲一些政治的问题 没关系各位政治离我们太远 我们先回到经济 经济才能够帮我们赚钱 大伟太平洋贸易大战为什么展开 好我这个呢 这张图是从2013年HBO有一档非常非常热门的影集 为了他要庆祝太平洋战争 70周年他开拍的 所以他搞了一个太平洋战争的连续剧 那就是叙述 当年呢美国人在太平洋打败日军的一个系列的过程 当然呢现在已经很和平了不太可能再发生这样的可怕的事情 但是不是用军事就是用金钱 在2015年的10月6号呢 全世界发生一件最重要的贸易谈判 就是TPP 12个环太平洋的国家 达成了一致性的贸易协定 那这12个国家呢 占了全世界GDP的40% 那会促进这整12个国家 TPP我们这讲的有点严肃 是 对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TPP 我也听我们马总统讲好几次 也听前江院长讲好几次 我们毛院长也讲好几次 但是讲到后来的话 大家都有点麻痹了 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关系 不是很大 其实这个关系非常非常大 非常重大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跟我们国家最有关系的就是 出口贸易的部分 看一下下一页 关税的减免那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页 下一页这张图呢 是当年二战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在那边 遇血混战的主战场 可是时至今日呢 这个主战场叙述的呢 却是这每一个国家 他会对他的官务系统 所做的放开的程度 在这些地方呢 比如说像日本 然后像马来西亚 甚至像澳洲 这些以前在美日交战的地方 现在是贸易大战的地点 全部都关税都已经开始把它撤除 然后相关的一大堆的投资金融 以及智慧财产权权 的这些壁垒全部都撤除 会展开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 商业的活动的繁荣啊 我们从这张图上面的话呢 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台湾在中间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加入 现在据说呢 可能是加入第二轮的这个 希望能够加入第二轮的谈判 我们经济部部长说呢 两年以后 各位啊 投资是这样子 不管能不能加入 我们都要找机会 就好像侏罗纪公园 他在第一集里面讲的 生命都要自己找出路 钱的话呢 就要自己找出路了 那么既然要自己找出路的话呢 像这种经济大病动的时候 常常危机就是转机 因为列在里面的国家 互相贸易往来密切的时候 房地产的机会就来了 哪些地方房地产可以投资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张啦 好 这张图呢 是以美国的角度来看待的 它跟哪一些国家会有出操 会跟哪一些国家会有入操 大家可以看到 美日之间的这个入操的部分 就有将近2000亿美金啊 这个数额是非常的惊人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入操呢 原因很简单 美国人呢 用农产品跟日本人的汽车做交换 所以日本以后的Toyota 看起来会继续统治整个北美地区 会开到全世界 开得更远啦 那当然呢 牛西兰的牛奶呢 大概也会在北美卖翻啦 那当然也不要讲说 澳洲的一大堆原物料资源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美国对很多的国家 会产生粗糙的动作 比如说像东南亚的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就是呈现这样的局面 就是一大堆美国的产品呢 可能是农产品 可能是服务 也有可能是金融 会粗糙到东南亚去 那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 中间呢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贸易的增加 比如说跨国商业的旅行 这就会增加房地产的机会 我们赶快看一下 但我已经把大家抓出来 有一些房地产 特别值得大家做留意 好 这个是依照上一张图 但是大家要记得 美国上一张图是以美国人的观点 这12个国家之间 他们都还有不同的贸易产生 但是目前我只有找到这张图 对 其他国家的图还没有出来 但是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猜猜看 因为我相信每个国家可能还有别的城市也会起来 像最重要的 美国最大的太平洋面对太平洋的港口 最重要当然就是洛杉矶港 洛杉矶在这边 这个山好像是另外一个山 不过没关系翻译 没关系 对都差不多 那芝加哥呢 是因为它跟加拿大 也会有将近千亿美金的这个路钞 对 就是五大湖那边也会进口 非常从加拿大那边进口非常多 应该是原物料的东西进到美国去 然后西雅图咯 我们上次有做 我上次特别跟大家提醒过 是是是 达拉斯好像我还没提过 达拉斯呢 原因很简单 大家要注意到 再回到上一张图 上一张图大家会看到 美国的南方是一个地方叫做墨西哥 大家也有看到 因为有很多美国的工厂呢 都搬到墨西哥去 把东西做好以后 直接把它运送到美国境内 那进到美国里面最快的一条路呢 叫做Naphtar Korea 那个叫做北美的快速道路 那这条快速道路是从德州的拉斯特 一直钻钻钻钻钻进去 钻到达拉斯这个地方 会有一条叫做20号跟30号公路 以及35号公路这个大交界点 来做整个货物的分流 那因为在南美洲的墨西哥 把货运上去的时候 在这边做分流 因此会造成达拉斯会有一波 商业上的 应该说商业上会更往上成长 对我们再回到下一页 那下一页的话呢 底下包括像什么日本民谷屋 有个工业用地 那在越南的话呢 胡志明 越南的这个房地产呢 之前也曾经炒了一大波 那么最近的话呢 比较热的是在日本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第二个地方 大文你这边想拆一拆 就说这么多的地方里面 其实你心里的话 还是有个No.1 数一数二的 好 我其实呢 在这一上一页呢 我里面有两个城市 我自己个人看最好的 第一个就是洛杉矶 因为它是面对整个亚洲的港口的吞吐 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可以预期 它整个贸易量的参加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那第二个城市 我看好是胡志明市 胡志明 那为什么说胡志明呢 所有的报告都显示 胡志明因为加入TPP 他的GDP可以成长11% 11业 而且他的仿制业会成长28% 11%的话 所以其实 我们新年的GDP好像好像要保一 保一嘛 对 然后重点在哪边呢 越南 胡志明市跟我们某一些纺织的股王非常有关系 我相信陈英雄非常的清楚这些股王的名称 最近虽然涨多拉回 但是股价还是很高 所以呢 反而TTP的通货对这些股王搞不好 是下一波起长点的开始啊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下一页呢 还有一些的 包括像是新加坡啦 澳洲 泰国 泰国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嘛 菲律宾也跟大家提过 是的 这边讲台湾机会渺茫 你这个有点唱衰台湾了你 其实我也不是唱衰 我说真的啦 可能都要等到 说实话吗 明天的520也许这个就不会渺茫啊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第一个当然大家都知道 最近国内的政治气氛不太好 第二个其实是 我们政府管制行业管制的太凶 因为TPP它并不是只有货物的贸易而已 大家还要记得我刚才讲有金融的 还有投资的 那这两个部分呢 在台湾目前还是属于高度管制的状态 甚至包括像智慧财产权的认定方面 我们都跟这12个国家 所达成的构势 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不太认为目前的执政党 愿意把这样的差距呢 把它弥补起来 所以呢 没关系 那这个就是大伟 他的一个研究分析判断 然后跟政治无关 我们纯粹讲投资 我们都是讲房地产 目前呢 在我们这个房地产全球投资报里面 分享最好的观点 同时呢 提到这些城市这些地方的话呢 有哪些未来值得您做留意 大伟都会一一的跟你做分享 在财子学堂的房地产全球投资报 您都可以一窥就近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